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今節我們就不是說取笑Edan 但是測試這件事真是遮都遮不住 這些測試Edan真是勝任有餘 說真的你塞歸塞 你都不要燒到姜濤可答 究竟什麼事呢? 究竟是不是有人先轉移視 還是把那隻鍋線給別人呢? 我們看看究竟說什麼 開始影片之前請大家掌握這段影片 以及劉過言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都可以 以及課金支持 這件事的始末就是這樣 話說Edan應該推新歌 基本上推新歌就推新歌 通常以鏡仔的做法都會預先少少時間 即是跟大家做一個明示暗宣 暗示宣傳又有明示 在社交媒體上展示出來 其實都是見怪不怪的 集以為上 通常這些鏡仔都會說 在錄音室練一下歌 或者練到半夜拍一下半夜的東西 就說練到這裡 通常就這樣暗示 唯獨是今次厲害了 Edan 我告訴你 當然這個諷刺式的口吻 他今次又是這些預先的劇透 但是他的劇透 得來就聰明了 他就拿了一張紙 應該是歌詞 他就調整我中間歌詞的內容 作詞他就剷了 曲就打問號 監製就是Eric Chan 唱就是李翠安 加上頭一個字 他以為很聰明 他以為是劇透一句給大家看 結果原來眼淚的粉絲 在歌詞的底下 就發現這首歌的歌名 然後就問他 這首歌是不是這樣 那時候 所謂聰明的Edan 才叫做如夢初醒 然後就沒辦法了 滅懵懵 人醜就唯有裝傻 這個世界 結果就臉懵懵懵 就說不好意思 我都真的透露了 老實說 拆了就拆了 對不對 結果這件事 當然這個應該是 在著士的FC那邊 去說出來 或者是流傳 或者是討論 其實就 根本就不關我們姜唐事 老實說 為什麼會關我們姜唐事 事緣就有著士 就在他們的分享群組裡 就說了 唉不太差勁 這些事 怎麼算差勁 其實Edan 故意透露個歌名給我們聽 讓我們 預早歡喜一下 預早開心一下 這樣 預早這些事 結果 有人和應 就說 這個 最刺的那個就是姜濤 姜濤還有很多刺事 舉了很多例子 我都廢話引用 如果你看到這些資訊 就很生氣 很生氣 等於現在是怎麼說呢 等於現在有個人 扔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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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被人抓 要罰錢 然後我個人說 你抓我幹什麼 你看看對面那個 紅燈過的畫路 你去抓他 這樣 這種就是 其實這個比喻 其實姜濤基本上 就沒有測試 不應該這樣 就是說 人家都扔垃圾 都不對 總之 他就毀過於人 即是把那些這樣的 責任 又或者是 把那些事件的 錯誤的東西 就歸咎在別人身上 以圖就令自己脫順 當然這些這樣的東西 就走不走 我姜濤 姜濤的支持頻道 高登仔的法案 一看就知道 他在side track 還要自嗨 自嗨自類 整班傢似在那裡 然後就 北風一轉 就變成取笑姜濤 大討論 這些這樣的事情 真的 有這樣的偶像 有這樣的粉絲 老實說 其實我們姜濤都很溫和 但是 我想經歷過去年 發生了這麼多事 又被人抹黑 有時候都覺得 有時候都覺得 為什麼我們姜濤都要做弱者 還要說 我還記得 高登仔 去年 發刑師事件 還要說到 在Edan的個人演唱會 然後就拿姜濤那些緋聞來做取笑的對象 第一目瞞 第二 你找自己同 我都不敢說你們是否是兄弟 即是同事 我只會這樣說 你們都是同事 你們都是 大家一場相識 你都沒理由挖別人那些不開心的東西 而且 在說這件事是不開心的 是獵造的 對不對 所以 唉 所以 你明白嗎 人質 真的有兩題 我告訴你 即是 真是沒辦法避免 即是有時候 Edan其實是做到什麼 做到一件事就是覺得姜濤很醒目 即是你們覺得不覺得 即是 觀眾聽眾 你們覺得不覺得 其實Edan一直是銷售 銷售的 你們覺得不覺得 他一直在銷售的 銷售 就說我是多型 不是 我是多聰明 多聰明 多得 樂壇前輩的歡心 其實是一直銷售這件事 是不是 但其實 你 內裡知情的人就知道 他根本就是 就是 做事就分別人 根本就是沒有辦法 應該這樣說 沒有用腦 我可以直接說一下 沒有用腦 去做任何事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經常說 有些人就是 為何會經常做了一些問題出來 就是他們沒有想到後果 沒有想到那個 consequence 我經常說 沒有想到那個後果 還有他根本就是知道有些事情 你做了出來會令到別人不開心 或者令到別人再受二次三次傷害 但是 不理會的 好可愛 他不理會的 他招造 是不是 然後就 甚至是說 換髮型師 那些東西 更加 那些傳聞 我不知道怎樣傳出來 是吧 有心人傳出來 然後就說姜濤搶了她的髮型師 然後就換了這些 給她 這個交換髮型師的事件 當然是去年其中一個焦點討論之一 但是其實 當然去年是有很多事情討論 但這個是我自己都一直記得 因為她被人抹黑 被人抹黑到一件事 就說她似世欺凌 Edan 就說搶了她的髮型師 那些穿屎就說 搞到 搞到 Edan的頭髮好像穿巢 那樣 沒有一個好的髮型師幫她弄 這個當然是 無中生有 以及捏造到一個極點 捏造到一個極點 完全是抹黑姜濤 至於這些東西 怎樣弄出來 大家心知肚明 是吧 要弄出來 還要看別人 別人去宣傳這個 台灣的時候 去宣傳這個 我的天堂城市的時候 就爆這些東西出來 即是原本那個 那個注意度 或者全部的注意度 就在姜濤 或者甚至是一個 第一個鏡仔 就拍電影衝出國際 衝出香港 衝出香港 當然很值得慶祝 世界就注目於疆 誰知道她不是 她下一次要做這樣的東西 去捉別人的 attention 那這些 這樣的東西 卑鄙 但是卑鄙 我又覺得她不是這麼厲害 就是專門想這些古話的東西 但是你說她很厲害 絕對不厲害 厲害是哪些厲害呢 就是我那些密密做 密密做 是吧 叫做 增進自己的那個演藝的能力 是吧 跟別人合作 好好地合作 等等 那不是說 投機取巧 去取悅別人 甚至是特意去 找些機會 去找些東西出來 去飛密自己 這樣 那 這些就肯定是 不道德 但是 可想而知 Edan是厲害極有限 齊圓一單又一單 都沒有停過 所以 所以 那時候還要 我忘記哪個YouTuber說 就是說 他說什麼 威脅姜濤的 不是Anson Lo 是Edan 現在想起來真的得淡笑 根本Edan 根本就沒有實力去 威脅姜濤 根本一直以來 就是 對姜濤最大的攻擊 就是來自Anson Lo 和他那幫粉絲 所以 就是 我看完這件事 真是 得淡笑 過得淡笑 對吧 就是這些 這麼不小心的 密碼 真是 做得出來的人 都知道他自力 真是有閒 又不小心 又不聰明 那跟他的形象 就很反差 因為他一直都是 做自己 聰明有型的形象 這樣 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就 跟大家說一下 是不是這樣 我們要繼續保護姜濤 是不是 繼續支持他 希望整件事 就不要 辣到姜濤 那麼厲害 好嗎 好 今次的姜濤綜合新聞報道 就是這麼多 下一次回來 我們繼續